美国科技大厂苹果公布了最新财报 受到了新款手机销售量超乎预期 因此营收来到了374亿美元 既增6% 年增4.2% 但是获利却衰退8.6% 已经连续第三季呈现衰退的情况 苹果近期推出了重要新品 包括手机平板销售状况到底好不好 看财报就知道 获利衰退8.6% 达75.1亿美元 美股税后存益8.26美元 虽然优于市场预期 但却是连续第三季衰退 可能他们决定他们可以做到全部 我们必须确定Apple 我们必须确定要注重 雷射注重 我们只能做好事 几次 只能做几次 端看最新财报营收374.7亿美元 既增6% 年增4.2% 其中光是新机5S和5C 上市一周就有高达3380万只销量 虽然大受市场欢迎 但因为来自三星和其他同业竞争激烈 让苹果承受沉重压力 竞争加剧形成降价趋势 我们看到年轻人换机的比例是越来越高 那我们也针对一些初次进入智慧型手机的 也有一些优惠方案 我想这个市场是蛮大的 我们在Apple上喜欢竞争 我们认为它会让我们都更好 但我们也想让人们建议自己的东西 就在苹果公布财报之际 竞敌三星LG也没闲着 双双抢先推出可玩区面板手机 预料11月渴望在南韩先行开卖 也因为两家大厂同时拥有面板厂 市场预料说手机很快就会推出 玩区面板在电视等其他数位产品应用 林宋春富 推不到